美国要标战力了 按照美国空军的打算 未来要加速下一代空空导弹AM-260的生产 并且至少采购1000架协同作战航空器 以及大约200架6代机 其中CCA可以看作中程辽机 将以两架一组的方式 分别与200架NJAD和300架F35A协同作战 重点来了 在美国空军的计划里 CCA这种中程辽机可以携带AM-260 同时AM-260与美军当前装备的AM-120大小一样 F35 F22 F18 F15这些战机都能无缝衔接 而且射程翻倍 这就有几个问题 AM-260空空导弹的性能如何 与美国战机无人机搭配 能发挥什么样的战力 AM-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由洛马公司开发 用于取代在美国服役已久的AM-120 AM-260计划于2017年启动 预计将在2026年全面装备美军 根据最新的情报来看 今年夏天就会开始实弹测试 不过AM-260的性能参数 实际作战能力 以及核实开始服役都不确定 火力军了解AM-260的资料之后 特点也就那几个 超远射程 提及小 具有很强的电子干扰能力 以及自动搜索目标 我们就以此为基础聊聊 AM-260 首先是名字 按道理来说 AGM-179联合空地导弹出现之后 美国新一代空空导弹 应该是AM-180 但是没想到竟然是260 虽说落马公司是出了名的命名管 但里面要没点其他含义 火力军是不相信的 目前对此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260代表着射程 AM-260的射程可以达到 260到300公里 而现在最新版的AM-120D 射程也就160公里 在导弹大小不变的情况下 AM-260射程直接翻一倍 如果真是这样 那AM-260的火箭发动机技术挺牛的 目前射程较远的中距空空导弹 其实没多少 也就俄罗斯的R37M R77M 美国的AM-120D AM-260 以及欧洲那边的流星导弹 这些导弹的发动机推进路线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火箭发动机 另一种是固体冲压发动机 比如流星空空导弹 而且火箭发动机也有两类 一类是普通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 AM-120就是这一类 另一种就是双脉冲火箭发动机 比如俄罗斯的R37M 如果想增加射程 固体冲压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通过提升弹径和气动布局 并增加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 虽说能提升推力 从而获得较高的射程和速度 但是弹仓就是问题了 而且冲压发动机的缺点也很明显 目标必须是高速飞行的 在面对高速机动飞行目标时 冲压发动机很容易失误 如果导弹因为跟随目标急转弯 而失去持续高速飞行的能力 冲压发动机就会有熄火的风险 并且无法再次点火 另外想要提高射程 双脉冲火箭发动机也不错 将燃料舱分为两段 中间隔离 改变燃料特性 利用第一段燃料获得速度 而第二段燃料则用来延长射程 不过这样的话 长度就无法满足美军的要求了 所以AIM-260最开始的时候 也有冲压发动机的方案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 与AIM-120相近的火箭发动机 在弹体长度相近 弹体直径一样的情况下 射程增加一倍 只能说AIM-260的火箭发动机 设计水平很高 第二点就是战斗部设计 这点其实还跟射程有关系 听说AIM-260没有爆破战斗部 而是直接用动能杀伤战斗部 可能是美国空军之前的库达导弹 验证项目的产物 动能杀伤战斗部说白了 就是一个头硬点 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 都比爆炸战斗部更少 可以在导弹屁股后面 装更多的燃料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AIM-260的体积 跟AIM-120类似 但是射程却翻了一倍 不过动能杀伤一般 都是用在拦截弹上 毕竟击中效果不如爆炸战斗部 空空导弹用动能杀伤 对导弹精度和拖把量的要求很高 这侧面上也说明了AIM-260的设计水平 当然 火箭发动机和弹头技术 与新的流线型机身相结合 也能为导弹提供相当大的射程 比如诺格公司的AGM-88G 就是利用了类似的发展成果 在更小的包装中提供更高杀伤力的弹头 为额外的火箭燃料创造空间 射程也能更远 最后就是AIM-260的多模式导引头 也就是主动雷达 红外成像和GPS融合模式 直接三管机下完全不存在什么缺点 这也是为什么说AIM-260的抗干扰能力强 同时多模式导引头 也能保证精度 动能杀伤战斗部的问题解决了 AIM-260能精准识别右耳弹 制导精度更好 拦截击杀概率都是质的提高 而且AIM-260还装了双向数据链 当然 这个功能没什么稀奇的 欧洲那边的流星都有 不过性能大众也就意味着好用 具备双向数据链功能后 AIM-260能在发射后 将自己发出的数据提供给战斗机和预警机 也能接受对方的参数修正 在飞行途中 重新选定目标或更改作战任务 从作用上来看 甚至可以将AIM-260看作一架自杀式小型无人机 扩大战机的态势感知范围 比较重要的性能也就这几点 值得一提的是 AIM-260立项之后 美国海陆空三军都加入了 的研发工程 按照计划 今年夏天就会开始实弹测试 最初的发展平台是F22和海军的超级大黄蜂 之后再与F35与F15EX集成 等到AIM-260完善之后 AIM-120就会被替代 空军计划在2026才年购买最后一批AIM-120 至于购买多少AIM-260暂时没说 火力军估计服役时间能跟AIM-120一样长 甚至是更长 对于F22 F35以及之后的六代机NGAD而言 一种比AIM-120D射程大得多的空空导弹 以及其他改进玩个三四十年不成问题 同时AIM-260对于超级大黄蜂这种非隐身战机的作用也很大 导弹卡车了解一下 超远的射程也就意味着安全 在敌方导弹攻击范围之外发起攻击 什么机动性隐身压根不用考虑 导弹带的越多越好 不过各国对于这种射程超远的空空导弹的作战效果 看法不一 毕竟射程实在是太远了 已经远超战机的雷达探测距离 一般情况下 空空导弹的射程是跟雷达的探索范围挂钩的 就比如美国 当前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AM-120D 只有160公里左右 F22的雷达对一平方米的目标接获距离也是160公里 射程一点都不浪费 就算导弹射程比较远 那也是A射B导的情况 不过这种一般都是海军舰载机用的 空军虽然也有预警机 但是范围有限 而且战机大多的时候 都是单独或者小队执行任务 带上预警机组团的 一般都是防御作战 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无人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现代空战可以用无人机与敌方隐身战机缠斗 同时近距离发现追踪引导 然后有人战机远距离外发射AM-260 这应该是美国早就想好的 所以在加速生产AM-260导弹的同时 还打算再采购1000协同作战航空器 也就是无人机 值得一提的是 CCA无人机还能挂载AM-260导弹 按照美国空军的意思 未来至少采购1000架CCA 并且CCA无人机将与美军有人战机 协同作战 每架战机搭配两架CCA 也就是200架NJAD搭配400架CCA 300架F35搭配600架CCA 大幅拓宽有人飞机的作战范围 以及杀伤力和生存能力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CCA无人机未来协同作战的模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帮助增加有人战机的作战能力 作为在他们前面开路可遥控或高度自主作战的远程发射平台 第二是电子战平台 在有人机队前面压制敌方的雷达和其他电子信号 第三是在战斗中充当传感器 为其他无人机伙伴提供基载目标数据 也就是A岛B射 对于第一种作战能力 AIM-260加入后 它会进一步延展未来CCA无人机的射程 作战能力极强 敌人需要看好每一架CCA无人机 除了更强的作战能力 还有战术上的优势 一旦敌人向无人机开火 就会暴露位置 然后受到整个无人机群的远程导弹攻击 而且CCA无人机的成本优势以及建造速度 也是有人战机没法比的 作战时CCA可以封群的方式出击 一部分无人机安装雷达或其他传感器 而其余的无人机可以配置为炸弹卡车 空战板以多其少 就问你怕不怕 但消费比这一个因素 CCA就远超普通的有人战机 除了AIM-260这种超远程武器外 CCA无人机还准备了第二个杀手锏 也就是2019年6月雷神公司公布的新型空空导弹 有损 按照雷神公司宣传的数据 有损的长度只有AIM-120D的一半 但性能已经达到了AIM-120D水平 甚至有所超越 这就意味着一架F22基附主弹舱容弹量将增加一倍 甚至更多 虽然有损的弹径有所增加 但是其并没有采用AIM-120D的控制布局 反而是采用了标准系列空空导弹的常规气动布局 也就是大边条E 所以油损在横截面上跟AIM-120D差不多 原本能够横向容纳三枚AIM-120D的弹舱 同样也能够容纳三枚油损 同时因为体积大幅度缩小 原本F22的弹舱只能挂在6枚AIM-120D 换成油损则至少能装在12枚 考虑到侧面弹舱还有两枚进程格斗弹 其隐身模式下 制空导弹总数将达到14枚 在AIM-260和油损导弹的加持下 美国五代隐身战机战力再度大幅跃升 而这两款导弹和CCA无人机群配合 将大幅挤压对手的接战空域 根本无法对无人机群后的有人战机发动任何攻击 更不用说使用机炮或者近身狗斗了 虽然油损和AIM-260还没有正式服役 但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 携带这两款导弹的F22或者F35 无论是战力还是战术跟现在都完全不一样 以AIM-120的挂载情况来看 F22腹部下方的主弹舱最多可以挂在6枚AIM-120导弹 左右的弹舱能各自携带一枚AIM-9导弹 而体型相对较小的F35则可以在两个内置弹舱的挂架和舱门 各携带一枚AIM-120一共四枚 AIM-9均采用外挂方式 如果AIM-260服役 上面的AIM-120就能换成AIM-260 导弹射程翻倍加上CCA无人机羽油损 别的不说就单了火力谁还是对手 同时小型杀伤导弹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战术很多 除了提升五代机战力 还能为四代机提供大雷达孔径和AESA雷达阵列 也就是防区外发射 可以发挥武库舰的所有能力 什么战机速度 隐身 狗斗能力都可以忽略 比如F15可以将远程导弹拖到远离敌方领空前缘 或越过敌方领空前缘作战的战机后方 并使用它们的传感器图像通过数据链为这些武器提供瞄准 随后由F15发射 AIM-260飞到高空 通过数据链从隐形战机那里更新目标位置 然后成功击中目标 远程两极导弹在瞄准敌方后勤领域时特别有用 例如预警机 加油机 无人侦察机和通信中级飞机 一打一个准 当然海军也有份 对于海军航空母舰来说 这些武器可以让航空连队恢复在AIM-54C 以及后来的F14E10失去的远程交战能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AIM-260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如果不能有那么尽力喔 请来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电话 ポ Nevre 在推行的直准 T的什么工事 听到了 。